由日本中央大学把象征日本文化的樱花树赠送给四星大学 让四星大学培植后打造出校园樱木花道 相对也赠送台北市政府共120株樱花 代表着台日关系更紧密 日本前首相海部郡树与日本中央大学日华友好会长长田凡 以及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川阳一郎等26位嘉宾 另外四星大学校长赖鼎明共同揭开有好之音的石碑 以及直音仪式 120株的樱花未来也将全树种植于台北市文山区 而四星校长也非常感谢日方友善正英 希望这些樱花可以让台北市的景色增添另一个浪漫的人文风情 让台北也跟日本一样成为樱花飘香的城市 做外交本来就不是只有上层而已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由下层开始扎根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关系一直都在持续 我从我们长田会长的那个他的所有的做事里面看得出来 一直在一直在持续之中 日本前首相海部郡树在台上致辞表示 为了建立台日友好交流管道之外 让120株的樱花开拓台湾与日本的关系 目前在四星大学有八位日本籍的留学生 他们非常喜欢台湾的人 很亲切而且也非常喜欢吃台湾道地的美食 他们希望最好能在台湾定居 体验不一样的台湾生活 我们都在台湾的历史和文化里面 在台湾的历史上 我希望来到台湾的历史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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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大学的历史上 学生的了解 学生的历史上 我希望在海外的地方 台湾一番日本近代的历史上 在台湾的历史上 我希望在台湾一番近代的历史上 在台湾的历史上 我希望在台湾的历史上 靡大学生的历史上 为了商学生的历史上 靡大学生的历史上 我们在台湾的历史上 在日历史上 从台湾的虚家 就没有楼看 读省 感谢观看